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武术不仅仅是一种技巧 更加是一种民族的文化传承 不应该消亡失传 从本期开始 中国功夫史会陆续访问一些中国传统武术 包括世界其他门类的武术形式 以现代科学的视角 重新审视这些武术门类 既希望展示它们的科学和文化性 也希望揭示很多武术不真实和落后的一面 使中国武术蓄无存真 科学改革发扬光大 本期我们拜访的是北京八级拳俱乐部负责人 八级拳大师 吴连之关门弟子 邱宝宏 八级拳 中国北派代表拳种之一 也是中国武术在世界上 特别是在日本最受推崇的拳种之一 八级拳以富于实战 刚猛爆裂中称 二十世纪 包括浦仪 毛泽东 蒋介石在内的很多要人的贴身保镖 都是八级拳门人 近年来 一代宗师中张震饰演的八级拳师一线天 更使这门武术引发了更大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真实面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在你不担心的时候 以后还置试ikan 就是不担心的 钱 你并没有 许有没有 大学生 你是老二弟 一心 人长 是 好的 我的 我是洋宝 ��면 然后那个原来就是一个 一鱼的MMA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们好像是就是说比较喜欢八戒拳 然后我们也是向您学习和交流 现在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八戒拳的战刺 其实我们这个传统武术是这样的 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格斗姿势 因为传统武术我们完全讲的叫 八戒者 无疾归缘 就是说它是为了防止倾态 比如说我在转身的时候 我可能我没法回来再跟你格斗 是吧 就是我遇到不同的情况 那刚刚本身回事我就随便就打出去了 但是我们如果现在要上一个格斗上擂台上 是一种非常有规则性的 可能我们就要握一包店 那两个人是队长了 但也能有一包店 基本的包店也是成仙跃手 含群跋背 免群收腹 它的重轻会可能会有第二种形象 它是从我们的两个一方之中来的 我们两个一方有几个要素 像是成仙跃手 含群跋背 龙腿熊腻 其实有点像我们那种 含群收腹低下额的这种 其实一伙一样 对 这样 对 所以它就可能在 就是我们战装的时候会占一个两个地方 因为我们把这个领域装大 我用它站着 我准备来说还是冒兽呢 还能满败 也能说我们再挂开 这是在我们女人说是乘雷动魂 啊 我觉得从这儿反正是没那么多 就是 像是 后脚 灯脸 然后是有点大 你知道吗 我们的脸装一般是两脚 拌得最低在这儿 就是一坤一坚一坚一坚 就是这样 我们脸的交换就是 对对 人的笨蛋 对 完全和武术之中有个 独熊宝 独虎出洋 他冠出一个精灵意识 打起了风格上 风鲁无惊吓 风鲁无惊吓 风鲁无惊吓的吓 能搞什么狂吓 所以我们在这种意识里面的 破农感我们的背 也是笨蛋 对 它是有一些像尾寒 对 它随时要我们向前去扑 好多了在这儿 所以这儿 脸屯 收腹 含胸 滑胃 沉肩 对吧 我们基本能让这儿 那个脸浮装的动作 对 以一个中线 向四外散发的一共感觉 十字称杖 沉涮力 身体自然松沉 向下 沉涮力 缠湿液 左右的凝软 身体在不同的流动之中 它就是意识的 现在是意识的 意识的 现在是意识的 就是其实有点像咱们所谓 有时候健身的时候 我意识要我胸大肌去发力的 对 对 这儿在里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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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讲就是咱们打击的技巧的特点都有那些 打击技巧一般的人找膝 啊 头 大家有八打叫肩肘手头 跨膝肤 这是我们的衣装系统的 它就有头骨肩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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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 那咱们八戒拳就是像说和现代攻击拳打击有一个相同点 非常多相同点是非常多的 你也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 对 比如说我们的直拳 拳手直拳你能把独角拳 自拳对 玩自拳 对 其实在传统剧场中 或者在八戒之中 他用了独角锤 能够撑直 我们才能够打这个前手拳 我们刺拳是虚幅最高 对 我的前拳很多时候设施距离的 有距离感 对 我前天可以碰到你的时候 我右手拳可以打到你 我的腿可以踢到你 对对对对 但是是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前拳的拳 你所说的这个刺拳在我们时中叫凝手 它是那种虚感 那就不是那么实在 但是八戒则称嘴 如果我这么打 叫云手 在这上 这叫云手 八戒则称嘴 就会突然间的去发力 他的前手能打出非常重的拳来 就是我们在 银手云手过一个人之中 我后手拳上阻力了 我是直接到前拳就发力了 你怎么这么高 就去发力了 反正点劲啊 很冷的 先说我这样 这样子 你看我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实际给我们团队中的规律 拍到很好 那一场到现在的位置我都记忆优先 因为确实力量很大 而且打在我正好心窝这一块 顿时感觉整个胸腔被压缩了 因为再加上邱老师确实力量也很好 然后技术的也不错 所以打击那个瞬间 可能如果是在街道或者在比赛的过程中 我要挨这么一下 虽然也许不会被KO 然后也许不会这个公式比赛 但是会对你的这个气势上 有一个明显的压导性会 这我会感觉我的圈装在这边 好像压缩的一样 对对对对对 都能发力更快 然后我们就搬给那个孤透力 孤透 孤透 其实我从现代魔际也应该是孤透力 那让它就继续 穿透 对对对 孤透这个是 这还要你锤子先钉的那种力量 你整个身体就是一个 去歇在一个钉板前的那种 蹲出去了 但同时我们是厚的发力 因为厚的发力叫三弯发力 就是一二三三分钟 它的三分钟里是后脚蹬 而不是前脚慢 前腿轻弹 直接贴着地面 就是站上去 对了 它要求整个 你看我慢慢去做 它要求整个 给你一个腿 把你整个的身体的侧头射出去 弹射出去 弹出去一样 对对 它就出现了如虎出羊 无形往前的弹出去 对 所以我也明白 为什么要把身体放压低一点 然后这个去压低 这感觉像一个弹簧一样 去奔出去 对对 在奔出去之后 在我们摔出去 这个后脚如果抬起来 是要往前跟下吗 还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说乘椎了 我们在练习乘椎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肌部 就是这个 也叫肌肌部 别的 这种别的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大的核和这种 战力的这种活机 它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 它战力活动不会是弹 而是每次的人是出拳的时候 出拳的时候 它这个后脚也会跟 对它是跟机 它只是跟 它只是跟 然后 再再再 但是咱们这个是 属于是 这个弹这个过程 对对 就是把身体弹射出去 就是让自己这个人变成了武器 不让我相信它就是一个行走的炮车 现在的武器我们的训练 除了就是日常上课 然后基本的步伐 然后我们是这种对练 然后可能还会做一些所谓的健身房 或者是新鲜的训练 那咱们成功武术或者八级拳 有啊 原先的跑板 跑板 跳坑 杠铃 石锁 棒 皮球 是全是什么 大绳 我们很多人在弄武术都有这个 当时我们还在合斗上 就是 就是我们练 拱背啊练小多位去抖大绳东西 全是吗 只是现在因为这东西没法去经历武术上 得分啊 我给你抖一段大绳 挺多大尽是吧 对 也是 所以没法练 没人练 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在乎武术上咱们也是特别注重身体素质的 当然吧 班约和传统武术团叫一百二十三公共 第二个还是要身体为君 气为君 力为心中 法为君 到最后才是招数 才是方法 所以他为什么把党放在地位 这个其实每名武术啊都是一种杀人的 也都是老公自己的 不少藏心嘛 是吧 嗯 胆子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对胆气的训练就好多了 现在我们对胆气的训练像你们练这个 现代的活动 你们会通过表人 在开始我们开始练我们可能不敢看你胆子 对 胆子越来越大了 是吧 对 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是现代还是传统的 他在这个习武的过程中除了是抢风剑的 结果为什么就是说 您觉得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一方面 我在练习这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态上的那种 就是我在生活中我可能遇到了很困难的事 或者是说有些事情是让我情绪很暴躁的时候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练我 或者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反而会让我这个心态会平复的很多 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练武的 一个咱们最终的一个理念 现在有好多的家长说 别人小孩就练武啊 练武他们出去有什么事的 他那什么 如果你要真的去练了武术 就不会 他就不会去哪里 对对对对 就不什么事啊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自己的这个 可能会对对方造成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反而会不会轻易的去 还有这样的一点是我的感觉啊 因为我可能这个 在台部落上这个野战打了不少 这个有点心态 有的时候人家去说那种感觉什么呢 当你练武术练的特别 觉得自己非常有自信 非常紫下落 你会把他看得特别渺小 我就老觉得有时候会说 我也跟你的同意说 我说你看 就当一个三岁孩子骂你一样 就能过得给三岁孩子 对方移动 是吧 因为你自身很强大 对 你就是你很自信 很自信 通通我们无数个练习 是吧 我们不会经历的去 对对 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你平常心啊 去对付老仇 对对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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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向老师是一个特别直爽 然后特别好交流的那个老师 实际的过程中你们去运达 有时候会缠吧 对对对对 我们在这会认识的 对对对对是吧 所以你也去继续缠吧 对或者是我们会 对就是这张中国厨啊 我们就是这个中国厨啊 我 我的 谢谢 我们现在没法坐 是吧 对 我们想起见啊 这是什么啊 如果你跟进来我会 我看办法直接的 提到下骨子 来看啊 我们一会用手 看这个 这个 因为可能是他第一个 但是你都完了 就完了就是这个 啊 说呀是真的 就是说啊 那就是真的 这一天 就会拉 对 它是这样呢 我们一层不会在那里 这样呢 他会笨着 这种骨子 他用身体的融合 对 爬上去去 啊 啊 他这第一件 如果打着这个地方 很小的 打过这个地方 他也会给你一个瞬间的 一大扣打 对 这是因为很近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他因为会突破那边的 啪 但是 完来之后会接取 后续的动作 像我们一样就开始扯 就开始扯 嗯 啊 这种馋霸的 我的时候看 我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扯 对 他把这个光骨的骨子 就会放进去 我成绩到我再找也太耳朵了 嗯 我们可以鼓励就起着了 好 好 好 我这罐子部分就是真按照的动作 就是我这样的才能 因为我们的 武处之中的勾手的 运用 很少有相对抓手 对 因为很快 对 所以很难有 很难受抓住你 后来快地做这些动作 所以就是说 咱们八旗的 咱们八旗员的话 这个抓手的动作会很多吗 还是说 不 班权和传统武处都没有抓手的动作 嗯 他没有要抓 我们班权啊 我不说别的名牌 他叫云裸皮爱 刁爆沉战 就是手法上 嗯 就是要认识 我说我抓手 如果你打一个非常担权 我说想就一直抓 我告诉你是绝对抓不到 对 真的是真的是抓不到 他叫云 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 啊 这叫云 多了拍的叫云 外来还是我的下面画云 云 左右 还是看这个 啊 这个是云 嗯 下边 他不叫抓吧 抓是这么抓 这叫云裸 他后面打开会有这个一个动作 嗯 这是这个动作 如果我真的到这个锁住了点的时候 我才会真正的去使动我 啊 如果没有那就是我去云 对 云裸 这个动作 这叫云 这是云 裸 皮 嗯 传统武术啊 除了直线打击以外 它更多圆弧与切线 啊 圆弧与切线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 我们假如说 打一个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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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是对你的脚子去攻击 啊 我是打过来 以后 我这本意识是存在 嗯 他要输手 不输手 输手不输肩 输肩不输头 我们打的时候他要无输肩 他说 啊 就团上了 就是你躲过我这个 我就团上了 啊 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武术会说 啪 回来 对对对 他去打整个人出出去 对 所以我也看到其实好多有人说 巴西拳每次打完以后 一般拳击人快打快抽 打完以后回来回来快抽 但是巴西拳打完以后 然后回来 不回来 啊 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这就与他的精神就是有关系了吧 也是弱顿 好 然后我可以打你啊 好 轮 批 软 软 对 为什么叫轮啊 今儿我们分开他的动作就是 我打你 用抬起包是从这里 好 对 对 你要不换这个你都不来 对 对 对 他是我那样 他是 棒头部 棒 哦 就是家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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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我说 不然我比较舒服 他这不然我说 他那样我往上那边抬起来又厉害了 这太多人家伙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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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真的好酷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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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解我这项武术技巧之后 我会觉得 太可怕了 他的筋真的长斗 呃 杀伤力真的很大 我我认为他是一个崇尚实战的这么一个老师 嗯 嗯 他也他也重新自己诠释了对于这个国基的概念 嗯 他认为其实 国基也是以时代为主多大 然后才会有好的意识 然后才会更加理解你每个动作 为什么要去这么做 嗯 嗯 也看到了其实 乔老师在教他学生这个过程中 也一直在跟他学生在提意识的问题 哦 我们很荣幸呢 就是今天请到了乔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 这个巴基拳的这个讲解啊 和交流的这个节节体验课 然后呢 确实我也感受到了这个巴基拳所谓的崩旱突击一种凶猛的这种 呃 技法啊 然后 而且呢我也是感受到就是这个巴基拳咱们可能会也会用运用到这个MMA的一些技术上和实战上 嗯 那么 邱老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 您有没有想跟我们 中国公司的观众 要讲的话 嗯 其实 还是有很多话想讲 还是都 归纳了一下 总结一下 其实我是 用一个从哪儿的那集这个传统武术的人 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 传统武术 嗯 能通过像我们那儿的武术爱好做 能真正的走向北台 走向世界 让我们的所有的武术爱好上 能真正的去理解传统武术 了解传统武术 嗯 希望把一些 呃 太真实 或者不太 呃 现在不太符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去掉 让我们真正有一个让 作为一个猎虎人的心态 让我们那以后的传统武术真正的发生光大 嗯 我我我觉得这个邱老师这些说的话准备的好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 呃 传统武术啊 可以发生光大 然后同时呢这个 呃 咱们可以接触到更多 也了解更多成统武术真正的东西和内涵在里面 然后所以我们还是再次感谢邱老师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然后谢谢邱老师 哦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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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走访各类的武术名家 不论是传统武术还是世界上其他的武术门派 我们都会在微信和微博上为大家带来预告 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意见 还有想对老师们说的话或者是武术的问题都可以在中国公布室的官方公众号和我的微博上啊 取得联系啊 那么中国公布室的官方公众号是人人有宫链 我的微博是MMAJoker杨猛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和我们的联系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武术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公布室属于中国公布武侠迷的视频节目 在这里有国内外定期武术大家为你传道节目 有关于传统与现代武林的一文故事 有世界动作影视的经典手机 也有蕴含于武侠世界中的人生展开 快搜索中国公布室 不仅人人有书读 而且人人有宫链 即使全国公布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